好,来考考大家的重温程度了 台中有一个47岁男子呢 担任了这个货雇运的搬运工 但是他上工的第一天 竟然一口气偷走了18罐的辣椒罐 当场人赃据获被带到了警察局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这个男子拿出了身份证之后呢 袁景是一一啊啊的念不出来 他到底姓什么呢 考倒了一堆人 因为呢,他这个姓左边是一个金 右边是一个斗 知道怎么念吗 这个答案叫做头三身 这名中年男子因为怯到罪 被警方押回派出所 男子长期失业 好不容易找到货运行当搬运工 上工第一天就在辣椒工厂 偷走了18罐辣椒 男子到了警局出示身份证件 这可考倒了一堆远警 哎哎哎个老半天 这个姓怎么念啊 开始看到这个字的反应 想说怎么会有人姓 姓氏是这个啦 左边一个金右边一个斗 远警有边念边 可是男子摇摇头说不对哦 还有人念成了邪 也不对 男子不耐烦了 正确解答是特偶头 三身头 令当差了十几年的远警也说 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姓耶 他就说 他叫 他姓斗 可是我们打那个注音符号 没有这个字 等他要输入头姓男子 宣分资料又是一番折腾 用注音查无此字耶 再打打看 新注意也没用 最后用大义输入法 才终于出现头这个字 而因窃盗罪被警方逮捕的 头姓男子 今年四十七岁 家里头有三兄弟 通通都姓头 不过左右邻居倒是习以为常 但问一问三兄弟的姓氏怎么念 大家还是念错了 我都叫我抖 警察来吹 麻烦都抖啊 正面头姓男子姓氏这么罕见 还犯下窃盗前科 以后不管做什么事 都会被警方牢牢盯上了 专线连连兵 周宇德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